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孩子想要吃零食,不要出去买了 教你在家自己做,简单又好吃 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咱们先用可乐来和面 直接把可乐在面粉里不停地搅拌 搅成面絮的时候直接揉成面团 把芝麻软力适中 揉好以后,洗面十分钟 给案板上撒上一些黑芝麻 再把面团放上去,揉一揉 把芝麻都揉进面团里面 揉的时候剥揉一会儿 把芝麻软软软都相浸进面团里面 揉光滑以后,直接展开 改成一个超方形的大薄饼 厚度大概像视频中这样就行 尽量薄一点,不要太厚 太厚,做出来不酥脆 最好的切开,先横着切 再顺着切 切成长方形的长条 再从正中间切一下,两头不要切开 拿起来一个,一头往上翻 一头往下翻 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方形 用同样的方法,全都做好 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好看 接下来锅里面多倒一点油 油温气沉热的时候,直接放进去 剪刀飘起来就勤翻面 两面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控油捞出来,如果掏手的时候就可以开吃了 非常好吃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简单喂食,然后添加 孩子也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